华联市长魏佳贤出席了原住民妇女干部会议 向会长林春莹还有干部们预祝母亲节快乐 同时也制证每个人康乃馨还有母亲节的礼物风潮杯 市长很感谢林春莹会长上任之后 为妇女姐妹们安排这场充满温馨又欢乐的庆祝活动 华联市原住民妇女干部会议5号晚间在静峰生活院区举行 并且第一次举办了母亲节庆祝活动 市长魏佳贤感谢林春莹会长上任之后 为妇女姐妹们设计这么温馨的活动 更感谢原住民妇女干部热心服务 担任部落沟通及传达资讯的桥梁 平常也很积极来协助部落里老弱或贫困家庭改善生活环境 并且给予温馨关怀 那今天是我们原住民妇女干部的一个母亲节的庆祝活动 那也特别谢谢新任的林会长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非常多的一个长官贵宾都到了现场来做祝贺 最主要我们部落真的要谢谢这些妇女干部 帮我们做政令方面的一个宣导 还有对一些部落的事物提出一些建言 那也配合公所相关的一个政策 让我们很多的一个在施政方面 都能够用最快速的方式传达到部落族人们的一个手里面 让他们可以了解到发联市公所最近有哪一些新的政策 新的方向或政府有哪一些新的政策 对于原住民有帮助的一个政策来执行 那在母亲节的前夕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那我们也送上一束花和我们的纪念品 希望我们母亲节 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一切平安 更祝福我们原住民的事物永远都能够顺利推展 然后让所有部落们感到非常幸福 在母亲节前夕市长为家前特别致政的康乃馨 还有风潮飞的母亲节礼物 给在场每一位原住民妇女干部 感谢他们为部落的付出 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协许立群华联士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